你有没有想过,韦教,伊斯兰,穆斯林,这三种称法值得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呢? 又或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? 小姐妈在全世界信仰伊斯兰教育最多人口的国家印尼,强服教子,让我来告诉你吧! 在历史上,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被中国人称为回回 因此,在中国历史上,伊斯兰教也被称为回教 现在,全世界以统称回教之派宗教为伊斯兰教 而信奉伊斯兰教的子民,则称为穆斯林 虽然,回教就等于伊斯兰教 但是,只有读过中国历史的人才会说回教 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都称此教牌为伊斯兰教哦 信奉阿拉拉真神的人就是穆斯林 这样你懂了吗? 明天天天天哪 肯定想要要离开 预防 别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